从前为止所有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就是洛杉矶这一幕 没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在美国没什么熟人 但到了洛杉矶的时候 岸上有很多的人 可以叫出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陌生人 对陌生人可以叫出我们的名字 但是我们俩都惊着了 特别抗议 因为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把脸转过来 突然发现 那会儿不懂什么叫洪了 就突然发现被好多人认识了 而且每个人还都特别好 特别好是什么 给我们带了花 给我们带了吃的 给我们带了喝的 这也是棒的 那会儿才发现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会儿那种 其实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极其幸福的感觉 这种幸福的感觉 我没法形容 我说不出来 就是这么些人认识我们 然后这么些人给我们拿来好吃的 好喝的 所以我要谢谢大家 对 我们的这种行为 被别人认同 被别人理解 而且被别人鼓励 我说的被别人鼓励 其实是他们在那喊 加油 胖子 加油 老张 加油 二百七 加油 但是你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因为在我们出发之前 是被无数的人质疑 被无数的人否定 然后被无数的人认为 你们根本就完不成 所以就是突然你会觉得 怎么有这么多人 开始认为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就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就是这种鼓励和这种支持 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的内心 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到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些就是你在国内 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东西出来